那这个保龄茶室案呢 中毒的案子呢 现在在政治层面上面呢 也烧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 就有人质疑了 蒋万安政府现在感觉 螺丝是不是松很大 因为从虐童案 到这个食物中毒案 感觉都好像在慢了好几拍 真的吗 真的有这样的回事吗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 整个引起战火的 来 吴思瑶 吴思瑶这几天呢 连续在他的脸书上面 发文来泡这个蒋万安 整理就这样子 新北市呢 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24号当天就已经通报了食药署 但是呢台北市一直延到26号 才去通报食药署 怎么会晚了这么多天呢 另外呢 从凯凯案呢 一直到保龄案呢 北市府呈现的是一个 失魂的状态 那就变成了 中央负责 负权责变成了 蒋万安唯一保命的SOP 反正呢 错就是民进党的错 变成了是国民党的 救命万灵丹了 他觉得啦 就有点像是当时的这个 新北市长 一样 发生事情了 原始不算是保姆案的事情嘛 对不对 反正算是你们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中央的错 地方是没有错 所以这是吴死瑶开跑的地方 那现在有人讲哦 就是王宏伟长了 吴死瑶你再扯一点嘛 根本就没有 因为当时呢 卫福部已经证实了 台北市在24号这一天 就已经有向中央来通报了 但是呢 吴死瑶到现在还是不改口嘛 你还是死咬的说 问人家是26号才通报嘛 那有事实 你又不讲 那这不就是一种新的认知作战吗 好 看到这边 还是口水了 但是你关心的是口水 你要的是口水吗 陈玉珍告诉大家 百姓根本就不想听你们这些吵架嘛 只想知道 毒怎么来的 以及要怎么预防的 这才是最根本 最实际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 好 那柯文哲怎么看 他说啊 嗯 他一看蔣万安的态度来讲的话 从虐童案 一直到实案的问子呢 他呼吁 蔣市府呢 必须要认真工作 螺丝要再紧一点 而现在蔣万安跟柯文哲 两人因为台志光的弊案呢 也在纷纷的杠上 那对于台志光弊案呢 柯文哲怎么讲 他说啊 做坏事偷吃呢 要擦嘴 人家公文写这么清楚 你们还要照干 请蔣市府解约给我看 看你要面对多少问题 要当小偷还要大摇大摆 在马路上 这实在是国家的悲哀 好 那您认为 蔣市府在这几件事情上面 态度是如何 我们也欢迎你在聊天室当中 写下来 那立委呢 叶元之啊 他只是反向 绿云呢 把实案当作是议题 变成是一种政治风向 那立委 罗廷伟呢 也说啊 百姓最关心的是 毒到底从哪里来 而并不是在喷口水 这次的实案中毒 台北市都是慢半拍 然后发生事情呢 之后呢 才开始想说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改革补强 这都太慢了 台北市政府 螺丝真的要松紧一点 不要这样子掉满地 断满地 每一次只要有 这种不幸事件 发生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大家都有看到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第一时间就是要跳出来 喷政治口水 然后甚至于会 造谣抹黑 用一些不实的资讯 以达到他政治的目的 这就不禁让人家怀疑啦 他们真心心中是有人名吗 还是只是在消费 这个不幸事件 难道两条人命的上司 这么多人在加护病房 他们想着只有政治利益吗 民进党不断地攻击 抹黑 要加注在蒋万安身上 就是希望趁这个案子之中 能够把自己的民生议题 也就是涨电价 相关造成的民怨 加注在其他的政长 加注在他们未来害怕的 竞争对手之上 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DNA 就是满满的抹黑 攻击 不断地希望借由转移话题 来掩盖自己的执政不利 这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立法院的干事党团 吴思瑶说卫福部在26号中午的12点18分 才接触到台北市政府的通报 根本就是慢半拍 为何特别要点26号台北市政府 才去通报中央呢 因为新北市在24号就已经通报了 所以他才说台北市政府才是慢N拍 对此时视频论员陈凤星就讲 吴思瑶就是要K 讲完很简单 就是要K他而已 拿错误的资讯来模糊案件 那立委以燕秀则是分析 民进党要看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出问题就会放大检视 无非就是要影响2026县市长选举 不是要讲这件事情 他的目的就很简单 就是要K讲完安 我不是说台北市政府不能逼你 其实我对台北市政府是有意见的 因为他第一时间的反应 对我来说是有问题的 我等一下会讲细节 为什么我认为他有问题 那么因为那个科长回应的很糟 可是你不能够用不是事实的东西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你如果拿出的是事实 我觉得很好 因为大家会求进步 可是如果你拿这个错误的讯息 用造谣的方式 你只会让整件事情模糊化 然后让整件事情的核心重点 改善重点 通通都没有办法看到 吴思瑶一路上从这个会期 担任这个干事长以来 在很多议题 我觉得真的都是膝盖式的反应 包括国会改革 民进党过去也提了很多 包括这个不在籍投票 公投的不在籍投票 国民党提出来就变成是毁线乱政 那最近是一连串的食安事件 包括这个苏丹宏到现在 包括红须事件到这两天的 这个我们这一次的小林的 这个宝林的茶室事件 我觉得中央跟地方都应该好好来面对 但是我觉得最恶质的是 中央厨房 民进党的中央厨房 开始炒这一道菜 看到国民党执政县市 可能有问题就放大来去检视 那也没有去思考清楚 其实这种事情系统是 系统的食安中毒事件 我觉得是不是都为了2026 没有见烈欣喜 当然是一部分 第一行间先想这个 因为接下来下一次选战 其实就是回到26的地方的选举 所以有机会打到卢秀燕 有机会修理到蒋万 有机会修理到侯友宜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